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445回 君莫邪这个时候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什么 单打独斗 花村者 您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吧 我们这么多人 不都是在陪着您老人家单打独斗吗 难道说 您还想和六人之力 围攻我们两口子不成吗 不对 那个什么流氓尊者被你们窝里反 自己人杀死了 就只剩五个人了 可就算只有五个人 也是以众灵寡不是吗 不得不说你们太狠了 自己人也杀 放你妈了个屁 这算哪门子的单打独斗啊 段剑尊者华丰文 努力的抵挡着黑鹰的疯狂的攻击 现在已经换了另外三只 而且身子也渐渐的回落 重落狮群的包围之中 地面上狮王十不愁已经老实不客气的扑了过来 灵力的掌风呢 已经即将按到了他的后心了 怎么 这怎么就不算单打独斗了 啊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狮王就是在和你单打独斗啊 他手下的弟兄们也都是在和你单打独斗嘛 可你呢还不满足 居然还跳起来 与空中的兄弟们 再来了一次单打独斗 华尊者啊 你可是太过分了 虽然啊 非要以寡灵众 君墨邪 红口白牙 突然一脸愤怒 我 我他妈 简直是不可容忍你的无耻 华丰文顿时 气炸了肺呀 这他妈 人再无耻 也要有个限度吧 但是到了 君墨邪 这小子这儿居然直接没有上线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五位尊者都在接受围攻陷入苦战的同时 却没有一个人呢 敢尽出权力痛下杀手 这才是眼下真正值得郁闷到了心头冒烟的事情 因为啊 没尊者还没有出手呢 君墨邪也没有出手 这两个人呢 才是整个战局之中最大的威胁所在 这样战局 若是一味平稳 胶着下去 那也就还罢了 但若是五大尊者中的呢 一个贸然爆出的大招 造成了选手的伤亡 几乎呢 可以预见 梅血烟会在那一时刻疯狂出手 到了那个时候 这位尊者在地面 有选手天空 有敌人的情况下 再加上啊 梅尊者这个远超过自己的强横的对手 而自己呢 又刚刚发出了大招旋律控罚 悲剧几乎是绝对可以预期的 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危机所在 但是这样拖下去 却也不是个办法呀 难道说真要拖到最后立即而死 拖下去虽然说暂时安稳 却并非长远之际啊 对方兵抢马壮 人手充沛 很可能自己等五人全累死了 人家呢 还怎么都没怎么样呢 所以权力出手是下下策 拖也是下策 这一刻呀 四位尊者都在心头骂起了 真慈悲了 出的他妈的什么馊主意啊 人还没到权呢 你就拖着我们来示威 现在好了吧 震慑不成反备阵 非但图字折损了一名尊者 更陷入到了这等进退不得的状况之中 这可真是悲剧到了极点了 如今的这种情况 就算是以长孝生招来 事先安排接应的些许首相 恐怕呢 也只是多几个死亡名额罢了 人少了根本就没用 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雄厚了呀 君墨学和美雪燕都在密切注视着场中的变化 随时准备侧应 他们两个都知道 这五大尊者各有惊人实力在身 可不是好对付的角色 现在对方啊 看似被困 却也只是暂时的现象 绝对不会真的就这么僵持下去 对方呢 只是一时之间的没有好办法 在那里考虑对策而已 以这五个人的实力 想走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自来战局瞬息万变 随时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君无意 脸色肃目 只会若定 向来如同散沙一般的选手的队伍 在他的手里呢 前后才不过一天半的光景 竟然成了极致鲜明的攻击力气 君无意最大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啊 他不让选手们乱哄哄的一起攻击 不仅分出了波刺 而且呢 还让同一种族群呢 连成一气 一起合击 这样彼此都明白同伴的战斗的方式 同伴的弱点就是自己的弱点 大伙儿自是知己知彼 配合的异常的默契 这样的战术 君无意当初啊 在天南与选手对战的时候就在想 若是有一天 自己能指挥这样的一支队伍 该有多好啊 当时选手群就是散乱攻击 全员上阵 而君无意在那个时候 就看出了这支选手队伍的弱点所在 现在吧 这支队伍真的到了他的手中 那些优点已经整合之余 顿时放大了无数倍 林自身弱点也被尽量的禀除掉 战斗力何止是增加了十倍而已啊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考虑合理的战术战争 这本就是一位百战大将的成功之处 而三爷君无意啊 正是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在以往的战争厮杀中 战无不胜 所以他在今天的大战中 才能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之下 却能够做到有备而战 要不然 就算是君无意起了这样的念头 君无意落于实施也只是空谈 但是现在呢 却在原本的应该绝不可能的情况下 生生的围困住了五大尊者 让他们陷入到了空前的苦战之中 不论此战结果如何 君无意的战术都是异常的成功 绝无半点瑕疵 成功向来不是侥幸 侥幸的成功注定不能长久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创新网荣誉出品 甚至一边观战的梅雪原心中啊 也生起了自愧不如的念头 君无意的指挥才能 果然是一代天才啊 最牛的是 他是怎么做到 让熊开山这帮个祸 能够以一种丝毫不露声色的姿态呢 成功的包抄了五大尊者的 而且包围的竟是这般的周密 这个问题啊 当真的让梅雪原百思不得其解 要知道这帮家伙一旦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 那可是一个比一个的更加的激动 如此动静 以五大尊者的神识 又岂有发现不了的道理呢 可现在的实际的情势却是 就是出现了这种难以理解的情况 熊开山胡略帝等人啊 就是这么无声无息 神不知鬼不觉的包抄了他们 这简直是非一所思 这个问题直到战斗结束之后 梅雪原虚心请教之下才明白 原来啊 当时兽网们闹哄哄的挤在一起观战 一个个都急不可耐 纷纷的用肩膀扛来扛去 用屁股呢挤来挤去 一个个互相呲牙 在接到了针墨鞋暗示之后 就无意灵机一动 哎大伙挤在一处自然不得灵便 但是大伙为什么非得挤在这一边呢 另外不是还有三面吗 哪儿看不是看 各自去寻找就是了 只是千万小心一些 没有打扰了这场大战 那可就走饱了 就是这么一句啊 很简单的建议 一心想看热闹的兽王们纷纷散开 也因为都想看得更清楚 都在选择最近 也最适合自己眼睛的地方 但是一到战斗的时候呢 却正是适合出手的最佳的方位 于是乎啊 也导致了五位尊者此时的尴尬的局面 知道了这点之后 梅血烟对军无意 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嘿 果然不愧是血衣大将啊 只一句话 就弄得无数的选手 自动的进入到了他的布局之中 更令到了当时五大尊者 陷入到了前所未遇的尴尬的局面之中 光是这份阴险 也大非常远所能挤压 战局在微妙的变化着 越来越显激烈 但给五位尊者最大的压力的 却还不是众兽王的疯狂的进攻 而是来自于另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从头到尾都没有参加战斗 带着他的大呼小叫 却像苍蝇一般的凡人 让五位尊者呢 都有将他一把掐死 然后再蹂躏成肉泥 再将他复活 然后再蹂躏成肉泥 如此反复一万次的冲动 这个获得如此无上殊荣的人 自然就是君莫邪君大少爷 这个家伙 一边观战 一边指挥 手舞足蹈啊 眉飞色舞唾沫横飞 所说出的话 更是让五位尊者呀 气破了肚皮的呀 哎 我说去我请 单打独斗打得快活吧 不要着急 哎 一会儿呢 还有一连串的大餐 会有更多的人呢 跟你单打独斗的 包你啊 是趁心如意 单打独斗的意思 就是你一个人呢 单打独斗我们全部 对不对 这可是真理呀 而且还是你们三大圣地的本家的真理 不要脸是单打独斗的真谛 呵靠 你别当着我 注意防守啊 笨蛋 你在打架 你看我干什么 显你眼睛那呀 真姿呗 嘿 瞧瞧你这张老脸 我靠 都他妈成茄子了 居然还出来打架 啊 真是 我敢打赌 你这个家伙 脸上的皱纹 非常的一直苍蝇 你都能立即夹死他 太他妈难看了 简直是茄子疯化之后 再住一遍风干了的样 太恶心了 你打架我不反对 可你总要收拾一下仪容吧 这么难看就跑出来 啊 你看看 你看看 闲瘦看到你都恶心 无耻 无耻 真慈悲气的呀 浑身颤抖 满脸发红 愤怒的大骂 只感觉到自己的肚子 都要被气爆了呀 无耻 混蛋 你才无耻 你全家都无耻 你祖宗十八代都无耻 君墨鞋跳起脚来大骂 似乎十分的愤怒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无耻 你个玩意儿根本就是老太太靠墙喝粥 听不明白 今天呢 本少爷就教的你 什么叫做老太太靠墙喝粥 就是卑鄙无耻下流 走吧 真生气了 我看您还是专心战斗吧 爷这是为了你个好 战斗之中可不要分神 刚告诉你不要分神 你看你看你看 吃亏了不是 哎呦 还是屁股被踢了一脚 不听老人言 你吃亏在眼前呢 不得不说 这货的嘴实在是太毒了 简直就像是机关枪式的 永不停歇 没血烟听着都提他累的话 但是这个小子呢 竟是乐此不疲啊 滔滔不绝 乌言晦语层出不穷 就像是一大群的苍蝇啊 围绕在了五大尊者的耳朵边上 嗡嗡嗡的直叫唤 让他们心烦意乱 本来呢 心中就在懊悔 琉秋身死又有一些愤怒 然后突然被包围更有一些压力 没血烟的虎视眈眈 更是让他们单足了心事 如今呢 再被这个小子喋喋不休的叫唤 直接烦躁的头都大了三圈啊 没血烟感觉有些丢人 木鞋 别骂了 多失身份啊 再说也太难听了 什么 哎哟 你 你真以为我闲得没事练嘴皮子呢 还是你真的以为现在的阵容足以困死他们 这五个人可是尊者级数的高手啊 现在只不过是等待机会或者考虑对策 一旦给他们机会瞬间就能冲出去远走高飞的 你不觉得我这样做很有成效吗 哎 看 这帮老小子现在一个个啊气的是七窍生烟 这种情况下神仙也不能想出对策了呀 而且这正是我们的好机会 我呀 这是在战斗 懂不懂 傻牛 今天呢 哥哥就让你瞧瞧 这嘴也是能够杀人的 而且还能杀死尊者 跟你一个极数的高手 君墨鞋说得顺嘴 居然顺便连梅血烟也一起攻击了 梅血烟呢 被他一番歪理说的是头晕脑胀 然后被他最后一句话气得肚子疼 狠狠的白了他一眼 气鼓鼓的憋过了头去 连梅血烟这个没有直接攻击的都能被他气成这样 那场中的五位尊者就更不用说了 梅血烟一回头才发现 帽子这个小子说的呀 嘿 还真的很有道理 看看场中的五位吧 个个眼中都几乎喷了火 这情况 不要说考虑对策 连正常的战斗也几乎没有办法进行了 尤其是被损得最凄惨的真慈悲 直接被气得手足滥颤的白须飞扬 出招都有一些散乱了 随着军末节成功的激起了五位尊者的心火 场中的情形呢更加的火爆了起来 直接啊就是人人都打荒了 拳脚倒肉的声音砰砰砰的响起啊 巡兽都是皮糙肉厚不怕揍 尊者们也几乎都是铜皮铁骨之身 双方在越来越大的火器中 人人身上都挂了彩 胡烈烈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会痛打落水狗啊你 没看到真慈悲的老茄子 已经气得不成章话了吗 赶紧直接上他狠狠的干 哎对 刺他那裤装穿他急话 再罩着小肚子来两拳 踢屁股砸胸膛 脑袋给打成脑震荡 快快快打呀 你看我干什么呀 这墨血呀 看准了 这真慈悲是武尊之中 反应最激烈的一个的 干脆击中了全部的火力 进行集中攻击 一段损话说完 四周大家同时喝彩 哎呀 姐夫 好事 真是好文采呀 君墨鞋笑隐隐的四周抱拳 哎哎 过家 过家啊 真慈悲是哇哇怪叫 气得一双眼珠子 竟然发了蓝呢 只觉得胸膛越来越鼓 即将暴胀 一口鲜血逆冲到了嗓子眼 又咽了回去 虽然说明知道对方的目的啊 就是最大限度的激怒自己 可是呢就是克制不住不生气 一张脸已经气得长成了酱紫色 手中的招法呢 越见散乱了起来 唰了一声啊 忽略的长剑刺进了他的大腿 真慈悲疼的呀 大好了一声 浑身旋起 骤然全部爆发 松了一声 长剑飞了出去 化作了一道流光 插到了君无意的身后 把他吓了一跳啊 鲜血从真慈悲大腿上激烈的射出 围攻他的巡兽 被他强猛的旋气啊 震得轰然一散 然后接着围上来 咬牙切齿的承受着他的攻击 疯狂的反攻 碰碰碰 几声俱响啊 狐烈地终于成功的 在真慈悲的身上啊 连续打了重重的七八拳 真慈悲身后的一头画形大老虎啊 更是趁势一脚 狠狠地蹬在了他的屁股上 真慈悲 仰天怒笑啊 亮亮相相 双目喷火 但是四周的攻击呢 还是绵绵不绝的上身 嘿呀 这位可怜的慈悲尊者 养尊处优已经遇两百多年的岁月 平日里听到的全是阿谀奉承 哪有半个人敢骂他一句啊 秀莲的邓的眼也是没有赶的呀 哪有想到今天竟被人劈头盖脸的骂了一个够 直接将两百多年的这方面的亏恐全部补足 还能有大大的富裕 情绪的激烈的变化 直接导致了脑筋啊陷入到了一片混沌之中 居然在这场劫不至于吃亏的战斗中 竟然落入到了绝对的下风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悠长的笑声出自场位 联名不绝 岂是悠久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势邪军第446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